另外是交通事故 18号上午年约39岁的陈姓女子 独自一软驾车由南往北行驶 行进到了台九县175.5公里北上车道时 不慎插撞了分隔岛 导致了车辆翻腹 造成女子腰部疼痛 救护人员是立即的将她送医救治 家族花莲市的陈姓女子 今天上午驾驶小客车 北上到秀林江工作 上午8点23分 行进台九县175.5公里 新城段淮恩桥附近 不慎插撞到中央分隔岛 再弹到外侧车道翻腹 撞击造成的碎片散落一地 陈姓女子意识清楚 并表示自身腰部疼痛 救护人员立即将该女子 送往慈激医院救治 一名陈姓女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 沿台九县南往北行驶 不慎插撞分隔岛 导致车辆翻腹 警方到场时陈姓女子意识清楚 并表示自身腰部疼痛 救护人员立即将该女子 送往慈激医院救治 经检测并无酒精防疫 至于详细造势原因 尚待警方调查理清 京城分局呼吁用路人 驾驶车辆时 不要有酒后驾车 疲劳驾驶超速等违规行为 并注意车前冷车动态 以为行车安全 该女子酒撤职为零 迟照正常 而至于详细造势原因 尚待警方调查理清 记者林杰 新陈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新陈香采访报道